Hello! 之前在澳門做了七年 今天就分享一下用這個勞工的角度 看一下澳門的衣食住行 其實是我的衣食住行 以及最近澳門的近況 因為最近都去了澳門 走了轉 關閘巴士總站 我通常就坐3號 AP1 25 3號就是去澳門半島 AP125 就是去澳門半島加坎仔 巴士站在Basement 曾經好像落大雨 打風 整個巴士站浸了 普京找換店 100元港幣換到103普幣 當然換啦 我通常就在這裡換 關閘一出左邊 有一間Nike Outlet 經常在那裏買衣服買鞋 小全居吃些台式的東西 在澳門周圍都有 學生多 價錢不貴 帕麗停車場 我覺得最便宜是這個 新記 吃車仔麵 跟香港文記有得揮 母耳 吃魚蛋粉 不過跟潮州那些是有少少分別 都有特色的 賠德 就吃齋的 以前就20多元 6個菜一個白飯 成績白粥 就宵夜之選 吃粥 腸粉 糖水 喜年咖啡 就吃開牛尾通 紅豆冰 坎仔都有一間Nike Outlet 但是我覺得關閘那間正點 地保茶餐廳 都是LUNCHE之選 坎仔都有小全居 真是無處不在 又是LUNCHE之選 梳打冰室 就跟喜年咖啡 吃的東西就差不多 銀河一旗 也有些大路一點的商店可以走的 一旗的商場 就可以走到二旗 自助餐來說 我覺得銀河的Urban Kitchen 應該是第一位 你看這隻蟹鉗多大隻 這座就是新的銀河三旗 威尼斯人啦 這個就是二旗 一旗就是金沙 大運河 訂過淺內許願 第一次看的時候 就覺得天花很漂亮 外面是夜晚 大運河都是好像日頭一樣 這裡都是很多東西走很多東西吃 在大運河會有條通道去 倫敦人 巴黎人 金沙城中心 基本上很多賭場的商場都是一式一樣的 全部都是奢侈品 我就買不起了 經過這座本來是當Service Apartment 賣的 因為不能賣所以一直都丟空了 到了三旗的巴黎人啦 巴黎人是我有份參與的 項目來的 巴黎人就當然有 艾菲爾鐵塔啦 不是中國鐵塔 所有賭場都是一樣 在入口中庭 都會有些特色的東西 巴黎人就是音樂噴傳啦 他的裝修是參照法國巴黎 老佛爺百貨的裝修 巴黎人對面就是倫敦人 倫敦人就是近年氣好的 也有個大笨鐘 嘩 不說以為去了世界之窗 巴黎人隔離就是辛豪影匯 在倫敦人隔離就多了個花園 進入到倫敦人 裡面其實都是一些名店 會有少少英式風 倫敦人中庭 都有些feature 出了倫敦人隔離就有一間Apple Shop 過了倫敦人就是 COD 辛豪天地 辛豪天地隔離就是MGM 永利皇宮 過了辛豪天地就是永利皇宮 這個音樂噴傳 又噴火又成的 去到最遠就是上蒲京 上蒲京我也有份參與 新蒲京以前就有個自助山 現在那個自助山就去了上蒲京 上蒲京旁邊有個澳門皇宮 這麼高這塊東西 應該是被人飛過去 並不會 吴唇